晚上好 今天是7月31号 现在我们在天津市民园体育场 向大家转播 国际足联16岁以下 科达杯世界锦标赛的实况 今天晚上在这里将进行两场比赛 第一场比赛由阿根廷队对澳大利亚队 第二场比赛由联邦德国队对刚果队 我们将向大家转播第一场比赛的实况 今天晚上天津民园体育场的四周看台上坐满了观众 科达杯世界锦标赛 天津在心 奥阿根廷队对阿根廷队比赛 现在开始 阿根廷队 大会执行主席宣布比赛开始 现在双方运动员将 首先进行入场式 现在双方运动员在财务员的带领下 走进了比赛场地 今天阿根廷队他们穿的服装上衣是浅蓝色的 蓝色和白色相间竖条的服装 也就是他们的队服 黑色的短裤和白色袜套 澳大利亚队穿的是深绿色的运动上衣 白色运动短裤和深绿色的袜套 现在天津市副市长 姚俊以及天津赛区 驻委会主任李明 和国际租联的官员 他们走进了比赛场地 向裁判员和运动员 表示热烈的欢迎 担任这场比赛的裁判员 我们向观众介绍一下 在天津赛区一共有六名国际裁判 在场上执法 今天首先在场上执行裁判工作的 主裁是莫西哥裁判员雷耶斯 第一群边员是意大利的比埃里 第二群边员是尼日利亚的萨拉胡丁 今天的天气白天是比较炎热的 特别是中午室外的气温高达34度 不过傍晚降临之后 现在的气候比较凉爽 今天观众的情绪也非常高 四周看台上坐满了近两万名观众 现在将要进行 奏两国国歌的仪式 三国国歌的仪式 全体起立 奏两国国歌 米尔体育场正面看台的后面 高竖着标语牌 台上写着 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运动员之间的友谊万岁 各位观众 国际足连 16岁以下 科达杯世界紧标赛 安排在我国去行 这是中国足球史上的重大事件 比赛的规模是最大的 通过这次比赛 对我国的足球运动 有一个很大的推动 国际足连主席阿威兰热曾经说过 国际足连所以举办少年比赛 主要是着眼于世界足球的未来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的朝气蓬勃的国家 中国举办首届16岁以下世界杯的大赛 有象征的意义 在世界上也是一定能产生深远影响的 阿威兰热希望中国能将国际足连16岁以下科达杯世界紧标赛 举办的光芒四射成为今后比赛的榜样 阿威兰热希望你们能将阅相机发出 els坏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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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